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最适合急行军 明赛看这套衣傲鞋袜 皆是粗布短打 府以特殊复文之法 较寻常粗布 更加觅食难用 染浓绿 深踪之色 行走于山地荒陵之间 皆不引人注目 又以驱虫草药禁果 不仅防蛇虫 还可防霉烂 溢笔 直接一招工序 就要一个月的工夫 半日都少不动 隔剑 去之静软 可与铜铁勾线挂靠 亦可单穿 足够软 不抹体肤 足够韧 可挡砂石 冰韧 这些十日 我跑各处货行寻货 少不得细细揣摩 周老板的货单 这背轻隔剑西角 皆是同等规格 一咬鞋袜袜的 大小数量之比 亦不亦斑 皆是轻壮年男子身量 我心中难免有些思量 我虽唤公子一生老板 但知道您并非商人 而是军中之人 来为幽州军筹备军需资重 难怪说故中母汉处 才是国人 欣喜如发 坐下来 请 这军需资重 向来由朝廷采买 我本不应点破此事 但是在商言商 若不细细讲解一二 岂不是锦衣夜行 白做了功夫 柳老板快言快语 果然坦诚爽快 既担了周老板这句话 我便再多说几句实话 请讲 周老板这宗货单 起初我看着 心里着实犯嘀咕 宁处的货单要求繁多 光衣裳致氏就有八尺场 要求这么高 还要价格低 工期短 不仅如此 还要日日度工验收 货款缴纳却切得细碎 连我们家做了一辈子生意的 老掌柜都说 从没有见过 这么难伺候的主顾 可当我惊人提点 想清此件官窍后 却对周老板 升了十万分敬礼 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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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